飞盘棋将棋是炮年弹杀 红方一停 黑方是后玉山 开局是武器炮 对战的是屏风马 那么这度棋 红方选择一个兵武基 我冲 黑方补士 红方再冲 那么黑方吃掉 因为这个棋你要先吃足 他可能推炮打你 三位先受攻 而这个棋引力之后呢 再一吃 你还没推炮去打 他已经杀过来威胁你的马了 所以这边呢 可能要出问题 面对二路线的弱点 黑方浑然不惧 下出了足精 气质很糟 那么就是让对方去吃 对方如果这个鞠过来吃马 会怎么样呢 此时黑方可以呢 踩变兵 如果你要去吃马 他就可以拼炮看住 那么这里如果你贪心 选择去吃炮的话 这儿看似可以捉死马 那么黑方直接破试 破完试之后呢 顺势可以把鞠开出来 然后呢 这个鞠就可以上马 那么对方双鞠一线 准备对鞠的时候 这儿平炮可以追回狮子 所以这度变化 你退编马就点鞠 这温馨马的话 将来这个鞠 黑方同样点鞠 红方想以多取胜 都来不及 这一点之后呢 先叫杀 这儿砍一江之后 飞个像 然后呢 有一个炮七平六 那么这里厉害 杀十一江 到这儿的话 随时这个鞠马就可以踢进去 红方这个鞠不敢动 不动的话 它就慢慢围 如果你一动 像又没了 将来吃着马 这马还得退 你不能退编马 防止鞠三推一下招 但即便你走开之后 它足五金一拱着炮 你都不敢动 这个鞠只能飞向去 把足五消灭掉 不然小猪杀了九宫太厉害 将来巨往回一掉 电江破相 对方就等着输了 其实 所以呢 这个鞠不能贪心 那么临场的话 炮先闪一步 这儿也就是准备直接失双 那么下一招起 眼看没有了马尔金的先手 要狮子了 黑方浑然不拒 选择了出狙 红方选择冰三金 这儿黑方就往下点 红方再过一个冰 黑方就金炮 你不走 它就逼着你走 红方无奈选择了平鞠吃双 看似呢 好像要得子 那黑方这里选择炮平四 这儿这个子就不要了 不要说一打式太厉害了 那么对方这个棋呢 是有顾忌啊 不合适 黑方平炮又是一位打相 非常精彩组合拳 对方选择飞边相 那此时呢 锯八斤八 看似对方像已经飞起来 点这儿似乎没用 那么红方吃一个子 其实呢 平鞠一吃马 对方这个时候传僵 这儿的话 炮退回来 那不给对方任何机会啊 因为算准这个期 三子已经够杀了 如果不够用 它会落势啊 这儿没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 对方也就有些保 那么黑方现在一甩炮呀 三子归边太厉害了 红方没有办法 千万之势解围 黑方小嘴一冲 准备攻炮 然后吃马 这样的话就迅速突破 对方上马也算顽强啊 看住 准备作为防守 那炮八进三顺势一将 不是之后呢 先鞠点一将 这个棋的意思就在于 要把这个兵先给它吃掉 然后这个棋 看你会不会落相 落相 将来这个棋啊 它就会 有一个吃相的手段 那不管你出鞠还是怎么走 它这有一个 鞠四平五的杀招 你出去 看底是杀棋 那你吃掉的话 就去退一杀棋 所以这个杀棋很厉害啊 对方到这里 他已经顾不上去落相 也就不合适啊 反正你将我就落适 这里有相 你却待不住啊 那么最上个棋的话 现在啊 黑方就足五斤 直接把对方给砍掉了 那么这个棋 对方也具有选择去吃 那么这个时候啊 有没有说这个 鞠四平五杀招呢 这个时候不行 因为对方有边相啊 比如说你将吧 他一吃将死了 但问题他用士去捉你啊 你再将也落个士 落个像啊 这样的话就缓解了杀招 那么到红方走起情况下 红方多子 那黑方这个棋也是有顾忌 所以没有必要几位生枝 到这里 既然这个像是一个弱点 那你退居呢 攻击对方这个像 像一吃 对方就危险了 那么红方选择招法是补试 黑方 狙其品酒 准备呢 到底线啊 炮打相打肾 炮粘单杀 这个棋很厉害 那么对方呢 这个时候选择招法是上马 他不能坐以待毙 因为你要是不走的情况下 出狙啊 他这个狙往底线一放 随时有退一将 打中马的手段 所以你这个马是要丢的 或者说啊 你这边挺兵之后 他也不可以吃你的马 他退一将这个也可以啊 就不吃马 然后中间一将 你这个棋啊 落实就大胆穿心了 那么现在不落实的话 这个棋你能走的 也就是把这个马跳开 这个马现在一跳之后 人家这里啊 一退狙 绝杀了 所以有这么一些手段在里面 也痛苦啊 所以呢 对方这个棋 他也没办法啊 到这以后 你假如说对狙解位的话 他刚好退一将 一落实 把狙给打了 那对方少个狙 也是没法再战斗啊 临场的话 他就不敢出狙 对方就先上马 打着狙 那么这儿就下底线 准备呢 你现在马一走开 他就可以打相 打势了 就不怕你马踩回去啊 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泡云单杀肯定是守不住 对方只好退回啊 换一个位置去看这个底势 那现在你要打相 还是打不死啊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选择招法是 泡八推二 因为这样一来的话 就可以呢 破对方这个势啊 对方到这里也只能选择一个落势 接下来这里呢 他没有直接去打势 而是走那步平拘过来 这招平拘就是背着马腿 然后底线啊 开始将军 泡云单杀 对方一看这个架势 根本就守不住呀 所以就认输了 留会你出狙吧 那穿你一将啊 你不能多识多识门功 那你现在出狙之后 一将尝试再一将 然后再一下试 这儿过来啊 打着你 对方这个棋尴尬啊 看似呢 这个棋拘 想去队 他一将抽掉你 那你拿起来的话 这个棋他也是杀棋 这儿黑方看似一退 他可以上老帅 实则黑方炮了平八 下一招一退就危险了 对方能做也只有 去选择一个落势啊 然后呢 这个炮往回一撤 那么这一撤之后 对方也只有选择下势 这马一吃之后 将来呢 吃着炮中间点着将啊 那么对方最好写一只炮 看住底势 即便如此啊 那你也守不住 他拘中间先拍一将 把你将出去 然后炮一将 你不能上 否则拘一将 形成一个双拘挫杀 那么将也来的话 就有下 一面就杀棋了 所以对方这个棋到这里啊 将军他就只能选择一个 不是啊 就不能上去 那不是的话 将来军把这个尸一砍 这个炮就为你打不打 你不打他打你啊 你打掉之后 这也就杀棋了 所以对方到这里 不能不认输 回忆山获胜 这盘棋 将军是金铲脱销 2020年的柏州杯 快起竞标赛 决赛第一盘棋 红方是先知路 黑方是足底炮 那成名选择是飞向 黄天逸选择是家中炮 到这的话 红方上马 黑方上马 下不是要出局 逼迫红方表态 红方这个棋的走怪交马 是为了把自己的炮 加以掩护 同时可以守住中路 一招两用的好棋 黑方的话就掌局 准备过来吃这个马 那红方这个棋 抢先上马 是希望有一部 打马的先手 那黑方就出局 要给你换 因为双方 如果这样做一个交换的话 将来这个棋 中路容易被突破 你这边切进去没有用 他先打你一将 然后呢 这个局出局非常快 这个棋结果是黑方 他比红方出局快就有利 那实际上的话 到这儿肯定就不行 红方就先看住 防止东路被突破 黑方把局拿起来 找有机会呢 还是想利用对方 那红方就切进去 盯着中炮 谁说换你 黑方也只好先打马 那么你要马走开推破你试 所以红方也只好先看住 不着急 那黑方这时候把局拿出来 红方走的是一个平炮 这里的话 就是说有一个回马踩局的闪击手段 那黑方你要上马的话 他一踩局 这边就可能给你换掉 多吃一个死 比如说走这部棋吧 那你正常肯定要吃马呀 打完之后呢 这儿就多吃你一个 所以对方都不愿意走这个局面 连场他选择是飞向 飞向的话 红方冰三斤 黑方如果去对的话 红方可以顺势出局 局面下这里的话 那么你看似可以打掉一个 将来他这个棋呢 有一招啊 鞠九拼八 这部棋呢就是抓马 对方上的话会马进枪采鞠 鞠一闪之后呢 打掉 你看似可以吃个子 如果红方贪吃这个马 那就平稳 所以他不吃的话 将军底线就会出棋 这儿这个棋对方就不好应对了 你便出老将抵扬死了 非之势不可 这时之后呢 这个鞠把马吃掉 还付有一个双鞠挫杀啊 所以对方这棋就在前单逃 所以呢到这儿以后 黑方不能够选择对局 一对足的话相当于引火烧身 临场的话选择先上马 不给红方这个机会利用 那么到这儿看怎么走 因为这个鞠没有杀出去 所以呢他没有这个回马的手段 侧应不到 那临场的话就选择推外马 推外马的话 也是希望通过对炮的方式 稳肩进去 黑方也没有必要再避让 就换掉 换之后呢 这个棋平鞠再把你逼退 那红方只能退回 黑方再去对足 这儿红方选择是冲掉 那黑方就吃 那么这里的话 红方选择上马 关这个棋啊 黑方如果平鞠 这里就会是一个比较激烈的变化 红方会出鞠抓马 跟他交换 黑方自然是不肯的 到这儿就牵住他 对方再打 几个马就可以上 踩进来 先手踩鞠 这儿平鞠抓马 那对方也只能上马 然后的话 这个棋啊 将来这边有一个对鞠的手段 给你换 换掉之后 红方满意啊 那么红方马位比较好 鞠也出得快 如果黑方选择不对的话 红方有一招进鞠 双方必将是一个交换 打着双鞠啊 换掉之后呢 这个棋 红方还是多了个兵 那黑方肯定不肯 那黑方走的招法就是上马 他的意思就直接是盯着你 你不要动 你动我才你中兵 红方马不动啊 那他选择上这个马 踩鞠 黑方就顺势退回 看似你抢了个先手 不过他退回之后 这个马位比较尴尬 红方也不怕 先出去盯住黑方 黑方就阻骨精 开始反击 红方有一个后中仙啊 那你这里冲的话 我可以平时去抓你 这样一个手段 所以你再冲我就上去了 黑方有可能会打掉 打掉之后呢 一吃 这儿过一个 但是你过完之后呢 他这边这个马 总是感觉到会出问题 将他双鞠再过来盯着你 再甩炮 跟实战有所还原 我们来看实战 还是一个思路 那对方实战是用马去吃啊 这样的话 踩掉 再一冲 这儿红方就赶快逃 黑方再一平 红方甩鞠呢 这个棋 黑方呢 选择吃掉 那如果正常选择 对掉的话 这个棋就显得比较平稳啊 那么对方可能将来 有一个近居啊 看住自己的足线 或者是就不要这个足了 让你吃啊 吃完之后呢 这边呢 可以想进攻的话 吃炮 杀底相啊 就对杀一下 那这个棋的话 走下去啊 应该来说 这个棋 黑方也可战啊 那么 想简单一点的话 直接抢兵就行了啊 所以这个棋 红方他不够赢啊 林场红方走的是 花旗瓶八 这度棋还比较凶狠啊 黑方赶快拘到足连线 这也是未抽谋 红方呢 底线一将 你不吃的话 那将来马败丢 非吃不可 杀一将之后呢 掀起后取 到这以后呢 黑方赶快掌拘 红方平拘 这里抓势啊 他的意思就在于 有一个双拘到底线的 一个杀招 那么这个棋 黑方就把拘给对掉了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你对完之后 他这个棋呢 是不够赢的 那黑方这个棋呢 就可以进足 将来这个棋 你杀不过去啊 当然红方可以走这条棋 一定要注意啊 所以这个时候 要注意就是说 不要说是 贪保这个足 黑方啊 拘往中心放 这样的话 你就过去就下掉你 那此时你就要兵过不去 那你这棋 没办法赢啊 所以这样的话 应该说是一场合棋 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棋 红方是 走完之后啊 有了一步拘杀 这个式的手段 给了黑方对局的机会 那如果说 他这里双局直接到底线呢 我们看一下 这边浮有局砍式 还有退局将 对方好像 是没有对局的机会啊 这个棋对黑方 能考验更大一些 黑方如果贸然去对局 那这棋啊 可能要输棋 因为他炮这个甩开之后呀 下一步有一步啊 点将 那所以这个棋 你就只能选择退局去守啊 然后的话 这个棋 红方再去砍这个式啊 对方就危险了 又吃炮 这边还可以将军 你炮一丢是出棋 不丢的话 这边也受不了 那么刚才如果不退局的话 推炮会怎么样呢 直接就连杀了 所以这样的话 考验更大一点啊 临场的话 没有走出这步棋 也比较可惜啊 他这里的话也是啊 急以行事啊 因为这个棋 这样就可以避免对局 而现在的话 你实施 人家把局局换掉 换完之后 刚才我们说到 这局四平五一走啊 这个租他就不要了 将来这个局往中间一守啊 看着租 你并又过不去啊 你怎么赢呢 所以这盘棋到这里啊 非常可惜 成名了弃子攻杀 结果呢 被王天宜顶住了